大家好,我是坦皮书,这里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1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来来恒大清盘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还先看几个房企的消息 天影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 10月14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三条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合计2.38亿余元 涉及票据所权纠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 部分案件被执行人 还包括单州恒大滨海投资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 蓝州置业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为甘肃省蓝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现存660条被执行人信息 被执行总金额超728亿元 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力 实行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 天影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 10月14号,澳元集团 有限公司新增4条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合计1.25亿元 该公司现存15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 被执行总金额超154亿元 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 实行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 这些都是已经爆雷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没有爆雷的 这个新城控股 前几天咱们聊过 10月14号,新城控股公告成 2024年9月,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23亿元 同比下降60% 合同销售面积28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64% 2024年前9个月,新城控股 累计合同销售金额318亿元 同比下降47% 累计合同销售面积43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43% 这个我记得在前不久那个节目里面我也说了 这个新城控股虽然是他这个老掌柜的老主公王正华 因为犯罪被关进去 踩了四年的缝纫 也正好是叫塞翁士马 胭脂祸福 他完美的躲过了这个法治产最疯狂的最后一棒 他是被迫躲过了 因为这个老主公啊 进去之后这个掌柜的相对保守 也不拿地 或者拿的少 完美的出货 所以他很神奇的完美的躲过了 就是捕窗花的最后一棒 但问题是啊 那也只是比别人略好一点 咱们一直说啊 你只要房子卖不动 那开发商恐怕都没好事做 清朝之下 安游完了 对吧 整个行业都不行 凭什么你还能活着 这就是说 恒大 融创 这些大家伙一爆雷 后面就是万克 万克后面就是央企 国企 新城控股 能逃过这一劫 显然是不能 对吧 你看这个今年 都是腰斩 这样的业绩 以后 像养活员工的困难 什么时候能改善呢 1157 也就是说 新城控股 即便它不爆雷 它也没好日子过 何况啊 只要韭菜不买房 对吧 再坚持一点 说不定它也要爆 已经爆雷的 比如碧桂园啊 10月14日 在碧桂园集团内管理会议上 集团董事会主席杨慧言 对近期房地产市场形势 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分析 并明确了公司 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方向 要求公司全体员工 坚定信心 推进保交房 资产管理和有效销售等重点工作 国庆环金周期间 碧桂园销售目标完成率123 日均常规认购 较五一期间 上升34% 这个成绩啊 搁晚常来说 那是相当不错的 就目标完成了123% 就超额完成23% 对吧 比五一期间 又上升34% 这不是数字还可以吗 但是啊 你要跟深圳广州上海的这个成交来看 人家都是涨了两倍三倍六倍 那这意思 碧桂园还拖了后腿 碧桂园拖后腿 也是不是正常情况啊 所以你看 碧桂园的重点工作 就是保交楼 我记得这个野村证券呢 露体 他说碧桂园已经盖好的房子 还有韭菜交了钱 但是还没有盖好的 然后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是1比20比10 也就是按照这个露体的说法 那碧桂园保交楼都困了 是个老大男问题 就不要说他画债啊 什么境外债怎么画借那个是另一回事 这是房企的消息 我们再看看啊 各地又出来了什么政策 财联社10月12点 杭州市临贫区住建局发布通知啊 也就是事情这个新政啊 旧市过期王红城 网红城市杭州啊 那是旧市动作是不断的 说自政策发布之日起 2024年12月31日 对购买临贫区140平米以下 新建商品住房的 在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后 按照实际缴纳汽税金额 30%标准给予住 对购买临贫区140平米以上的新建商品住房的 在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后 按照实际缴纳汽税金额 20%标准给予补住 说白的就是汽税补住啊 这个力度不够大啊 不过下面还有啊 他说自政策发布知识行 对购买东湖街道 运河街道 重闲街道 等新建商品住房的 在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后 一次性给予2万元贴 一个购房人或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补贴 总额度1500万元 申请后按晚签时间执行 先买先得 对往为止 政策只要出不停啊 不停的出政策 就说明这个他还没稳 现在要止跌回稳 我们再看看这个成都啊 四川日报报道啊 说10月15号 成都发布住房公积金重磅新政 除调整最高贷款额度以外 还支持山益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住房公积金 个人贷款 也就是这个山转工啊 缴存人25年年底前在成都新购买住房 本人的父母和子女也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 也就是成都买房的话 可以用父母子女的公积金用 这个又为那些买房的人把门槛给你降低了 让你买房子变得更容易 说通俗的就让你上套啊 更容易上套 当然了这个成都啊 不光是公积金调整为了救楼市啊 他也放出10月15日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都市公安局联合召开 涉及房地产落户等方面政策沟通会 然后也出台规定啊 说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 或二手住房的人员 可在住房所在地申请本人落户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老年父母符合投靠条件的 可申请办理 户口随签 也就是所谓的啊 买房即落户 管你买的是新房和二手房 你这样买了房 你就可以申请落户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贝壳财经啊 他刊登一篇报道啊 他说啊 又一波贷款入市 吃亏者出现 已有投资者被银行提前收回自己 十一前后 股市火热善行 让不少投资者 动起了贷款入市的歪心思 但近期网上传出 某股份制银行 对贷款入市的投资者 发出提前收回信贷资金的通知 要求相关贷款人 在一个月内 将所有资金全部还清 截至记者写稿时 该银行未对此作出回应 有该行信贷客户经理 告诉记者 近期针对资金入市信贷的贷后 检查力度确实十分严格 这个可是贝壳财经报道的啊 这个啊 也给市场辟谣了 就是那些号称什么 怎么放水 对吧 央行放水 买股票 鼓励这个银行的资金 流入股市啊 这些都是传言 都是如事实不符 实际上商业银行是严禁 对吧 他的资金流入股市 为什么 对吧 咱们只能简单的认为 就是他不看好股市 如果你从银行贷款到股市 都是手拿把掐的赚钱 没有风险 那银行为什么要管你 银行真意人逼人也不就完了 反正你到时候就晃了 银行还赚钱 为什么银行严禁 你把钱带到股市去 就是知道你还不起 你一旦贷款进股市 你最后就是只能是破产 你还不起 你会赔的血本归 那这就是商业银行 不用说贷款 炒股的面影 这根本原因啊 银行可以借钱给你买房子 因为房子有底下 虽然房子会贬值 但是好歹 你有首付啊 对吧 再贬值 还有个房子 在银行手上 你说你炒股了 银行啥都没有 所以 结后啊 如果是贷款 涨仓割肉来还银行 我们再看看这个小作文 小道消息 说这个彭博社报道啊 说一些中国主要城市的富裕人士 在最近几个月被告知 进行自我评估 或被税务机关召集开会 以评估潜在的付款 包括过去几年拖欠的款项 这些被联系的个人 面临高达20%的投资 收益征税 一些人还可能因逾期付款 而受到罚款 他们表示 最终金额是可以协商的 这些中国人拥有至少1000万美元离岸资产 而其他人则是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理解就是根据这个彭博社的小作文 那就是传言咱们政府啊 要对那些富人在海外的资产要征税 不就这意思吗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有很多上市公司啊 在纳斯达克上市 因为他们是用什么离岸公司 对吧 什么BOI公司 英属威尔金的 这样一层套一层啊 最后在这个纳斯达克吃苦 所以政府要求你自己 你自己说清楚 你在海外有多少资产 而且准备交钱 20%真税 完了可以商量 这个是传言啊 不一定是真的 就我想啊 这么一弄的话 那这些在海外有资产的人 那这一反应就是润了 这不就是下鸟论 我们再看看这个写字楼的一个状况 根据这个世邦魏理市集团 他的报告啊 说第三季度上海写字楼控制率 升至21.5% 为约20年来最高水平 根据这个月秀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在武汉 当地第三高楼月秀财富中心 控制率为39% 一般的现这种地标式的这种建筑 也它一般的控制率的比较低 很多公司啊 到那儿搞个办公室 那不就相当说自己给自己打广告吗 所以一般的现这种地标式 这个建筑里面 控制率都比较低 但是啊 就这样 武汉的月秀财富中心 控制率是39% 时间法 对吧 有4件是控制的 根据SOHO中国公布 北京地标性写字楼 旺金SOHO 6月份控制率 从6个月前的40% 升至43% 该公司前门大街项目 控制率为37% 高于6个月前的33% 高利国际数据显示 第二季度 北京整体鞋子楼市场率 升至20.6% 为至少15年来最高数 带得两行的数据 北京通州区鞋子楼控制率 达到65% 这个极有可能 因为北京那个通州啊 在那个什么运河边上 那叫商务区吧 那改了那么多鞋子楼 鬼区啊 你想想 好像是要按照这个 上海浦东的标准来打造 但问题是 现在哪有企业愿意往哪跑 北京市内 比如国贸 还有这个金融街 中关村 这些地方控制率都在上升 人家租房子去那租 为啥跑到燕郊边上租房子 喜欢是吗 你想想 你鞋子楼在那 你公司在那 那你的员工也得住附近啊 那也就是说员工得住通州 所以说啊 这个北京通州鞋子楼控制率 达到65% 就是目前 65%我认为 完全也 甚至比较高 很多盖好的鞋子楼里面是空的 说这个什么意思 鞋子楼大家明白 那就跟工作有关系 鞋子楼的控制率上升 那他租金呢 根据市场机构 带得两行数据 三季度北京全市甲基鞋子楼 租金环比下降4.7% 也比第二季度下降了5%左右 同比呢 就比去年三季度下降13.5% 比去年呢降的更多 现在是多少 是266每平米每月 也就是9块钱 一平米一天 合着美金啊 好像是1.7 我记得以前火的时候 那个国贸附近那个鞋子楼 好像是35 一平米一天 你看现在都已经降到了 9块不到10块 这就说明啊 是不是租办公室的少了 企业少了 对吧 一方面是企业少了 一方面说明企业 都选那些便宜的办公室 承担不起了 对吧 这个企业顺存压力 以前你要办企业 一般的都要选个好的办公室 充充门面 对吧 都要往高档的鞋子楼里面搬 那现在人家都不讲究了 要讲究性价便宜 对吧 还有很多企业关门 那就导致就业难 对吧 就业一难 大家收入就难 收入一难 那你的房价还能顶得住吗 所以你看 从北京 上海这鞋子楼 控制率 20年新高啊 就20年来 这是最高的 就反映了这个 就业岗位 恐怕是在下降 就业越来越 那你说 你这房价怎么涨 你涨了还卖给谁 谁来接盘 有很多网友就说啊 你说 20年盖了那么多房子 房地产搞了那么多钱 这房地产行业啊 那钱搞哪儿去了 这房子在哪 对吧 这两天晚上不是 爆出来这个 黑龙家 奇奇哈尔 下面一个叫 基西市 对吧 一个副市长 李传良吧 他恐怕还不算大的 他只是一个 县级式的副市长 那么也就是 处级干部 他能整个 一线多套 关键他还成功的 逃到了境外 你还没抓住他 也就是房子带不走啊 没办法 说不定他 别的财产还带走 就晚上一穿言啊 晚上传言 说他还有个情人 叫傅佳 也是演员的 没跑了 这个李传良 本人跑的时候 太匆忙 来不及通知别人 所以这个女演员 就被当地 有关部门给留置了 留置半年以后啊 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洗钱罪 涉嫌洗钱啊 刑事拘留 2022年判刑 所以这个就告诉网友啊 这房子 房地产的钱去哪了 房子去哪了 我们看到的都是 桌子面上的钱 对吧 大量的是在桌子里 不知道谁分走了 对吧 这个房地产高速发展 20年 30年 这个成果 有很大一部分 就被这些住处给分享 谁来买单呢 2019年以后入市的 肯定是买单 包括现在入市 也是买单 说不定2015年以后入市的 都是买单的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媒体报道的 15个重点 这个10月份 前14天 新房销售情况 跟着这个媒体的报道啊 10月前14天 新房销量 同比下降27% 这个15个重点城市啊 这比前几天数字 要好看 很有可能是 国庆节小参加期间 这个新房销售啊 现在在网签 这个数字啊 慢慢体现出来 但即便这样 那也是 新年的这个国庆节啊 10月份 比去年10月份 那还是下降的 但是这个25房啊 确实在放量 根据各个中介啊 还有各个媒体提供的数字 这个深圳二手房 环比增长 百分之六百五 这是什么概念 深圳二手房 单周 录得 2316套 10月15日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 录数据说 金统计 2024年第41周 深圳全市二手房 录得 2316套 环比增长 百分之六百五 当然有专家啊 有媒体说啊 为什么 第41周增长六倍 主要是因为深圳 929楼市利好政策 效果显得 因国庆期间 二手房 录得数据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数据在本周得以体现 也就是那个网签数据啊 当时 因为放假 对吧 所以录不上 那 结后这 这已经是 第二周了 这数字就录上了 所以一下 这个数字在 这周 体现出 使得本周 单周二手房 录得量超过2000套 根据公开在售 二手房房源数据统计 2024年10月14日 全市共有67393套 有效二手房源在售 较善州增加983套 其中龙岗较善州增加249套 有效在售17822套 那也就是说 这数字啊 因为这个 往前数字啊 之后导致本周啊 这个数字啊 异常放大 那我想啊 下一周 恐怕就恢复政治 就不受这些数字影响 对吧 最迟到下一周 知道这个楼市新政 这个影响 还有没有 但是我们也不能 这个忽视啊 这深圳的20房成效 确实是增加了 这里面恐怕有 很多原因在里面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深圳啊 三四年前 不是被称为炒房之都吗 好像一个深圳的 副市长 都已经被抓了 然后深圳发明了 基金炒房 就是大家凑份子 凑钱 然后以一个人的名 去买那个房 然后你就占于 那个房子的份额 对吧 你是出了20万 出了50万 出了100万 后来这个模式 不被人引用到杭州去了吗 也就是说啊 深圳在几年前 那可是炒房之都 炒房之风啊 非常盛行 结果后面一治理 不就变成暴雷之都吗 很多人套在山岗上 套在旗杆上 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啊 三四年前 深圳入市的这批人 不管那是炒房 还是钢区 都被套 那炒房的人 套得更狠 因为炒房的人 肯定是加干戒 借钱 那钢区还不一样 稍微好点 他就一套 那些炒房的 恐怕是三套 五套的 多了更多 然后他们用金银袋 对吧 去还贷 就置换 这个房价下跌 导致各种灰色融资啊 超额融资 对吧 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金银袋啊 等等一系列问题啊 然后你房价越低 你那个金银袋 还得补差价 所以很多人被套了 那么这一次 正好趁着这个 楼市的这个东风啊 楼市回暖 有人问 很多被套的人 比如你手上有五套房 他们他没有办法 现在你看 还有溢价空间 有人买 有人问 我认为啊 恐怕是跟这有关系 那就像这个股市一样 以前一天交易量 只有四千多 现在一下干到两万亿 一点六万亿 为啥有这么大的量 好多人愿意割肉啊 这位置还可以 早割总比晚割好 就我也认识 好几个深圳的人 炒房的 他们两套三套的 都被套得死死的 这两年过的 简直牛马不如 每天交着的 就是还安洁代表 那现在 如果价格还是可以 能承受的话 他愿意割肉卖 这样减轻负担 但是有的人套得太深了 对吧 他不仅首付跌掉了 他那个房子的残值啊 都已经不够还 那个安洁代表 你说他卖 卖了窟窿也当 他就炮死的人 他就不想 那些差不多的人 他倒是愿意割肉 这是我认为的 就是深圳 为什么二手房 交易量这么大 当然了 也跟这个 有的地方 不限购 或者是松绑 也有一定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 这种成交量 都是一次性释放 他不会长期 保持这么一个量 对吧 这半个月 一个月就没了 该卖的就卖了 同样的啊 北京上海的二手房 成交也很火爆 一线城市 二手房市场 国庆假期后 成交继续走高 这是搜狐财经报道的啊 他说根据安居客 北京图 10月13日 北京大中介 成交超过1000套 按市占率 50%推算 全北京 要超过了2000套 这意味着 北京楼市 当天成交登顶 20年历史新高 这个跟深圳也差不多啊 恐怕跟数字啊 延迟有关 从晚签数据看 北京10月13日 仅晚签 223套 但上周 10月7日至13日 晚签共3735 环比上涨 235% 同一天 上海和深圳 二手房成交也爆发 搜狐财经 从深圳贝壳方面 获悉 10月13日 贝壳深圳合作部门 门店 二手房成交量 创下四年来 最高记录啊 这个说来说去 都是晚签数据 滞后啊 延迟导致 所以不要误以为 这个楼市啊 又要一记绝尘 对吧 又要飙升 这个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说上海证券报 报道了 他说 传媒专家说啊 近期货币政策组合 抓住了房地产 资本市场 两个关键点 针对最近啊 这个各个部门开会啊 对吧 出台这些政策 传媒专家表示啊 这次央行推出的组合 符合现实需求 超常规 强有力 并且抓住了房地产 资本市场两个关键点 市场情绪 未知振奋 社会反响良好 传媒专家认为 本能房地产市场 调整持续时间较已往长 市场信心持续偏弱 对运行都带来了影响 从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看 央行着力推动 各方面达成共识 抓好房地产市场 这个关键 后面还有啊 什么权威专家表示 在内需增长的半缓背景下 货币政策加大 逆周期调节 能真正体现支持性的成效 促进及平稳运行 如果经济下行压力缓解 货币政策也会回归常态 一松则松 一紧则紧 本身也是政策稳健的体现 365度啊 360度 全方位无死角的田 对吧 松紧皆宜 想松就松 想紧就紧 有网友就说了 既然这么好 这权威专家为什么不敢说名字 怕别人知道了 对吧 你得到说这个权威专家是谁啊 一出镇子就说多之一分 则多 少之一分则少 恰恰 对吧 一切都是刚刚好 对吧 这样的专家多了 是有坏事啊 误国误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